字幕視頻 哈囉大家好我是魚猫 今天來講一下斗陣未來的更新 在這一次PTR的更新裡面 喔對了 你還沒有看過這一次PTR更新什麼嗎 點一下這裡 或者是右上角的愛標示來看看吧 這一次的更新 除了之前影片講到的那些外 暴雪還在裡面加了未來即將用到的語音 現在讓我們來聽聽加了哪些語音吧 Octoberfest是德國慕尼黑的啤酒節 又稱作十月節 因為主要是舉辦在九月末到十月初 可是現在已經十月了啦 哇 暴雪你殺死才要釋出這個語音啊 看來暴雪已經把今年的節日都搞好了 希望節日新出的英雄造型 並不要再另外的箱子啊 我都存了好多舊的箱子了 聽到了Coby 大家一定會想到籃球吧 而藍哈特獎的德克諾威斯基 是一位德國的籃球選手 難道暴雪要搞個籃球比賽嗎 就像之前的足球一樣 如果真的來了個籃球比賽的話 記得要選我們的師父喔 讓你的進球率增加87% 暴雪還加了一些惡搞的語音 我給了6.5 第一個就是大家熟悉的馬力歐 第二個是什麼呢 什麼給了6.5 大家知道IGN這個平台嗎 他是專門給遊戲以及電影打分數的 滿分是10分 難道IGN給了鬥陣6.5分嗎 錯 這個語音是扎莉亞的語音 為什麼要是扎莉亞呢 看看這張圖就應該知道了吧 IGN給了暴雪櫻霸6.5分 快幫暴雪QQ 順帶一提 IGN給了鬥陣9.4分 Shields Reinforced Shields Boosted 新妹塔的技能強化確認 官方表示在22位英雄中 新妹塔是最少出場率的角色 該加強一下技能了 根據語音 10 Charges Remaining 我覺得是傳送器從原本的6次 增加到了10次 而其他的Shield Reinforced Shield Boosted 應該是短時間的護盾血量增加 以及減傷之類的 你覺得如果是這樣的更新會太強嗎 或是你對這些語音 有其他的見解呢 留在下方告訴我吧 最後的重頭戲 相信大家有看過我之前的影片都有聽過 沒有錯就是Sumbra Sumbra會隱形的能力也是從這些語音推測出來的 而在前幾個禮拜 暴雪表示 安娜的設計是為了需要高技巧的輔助而設計的 而我們一定可以用出像是萊茵哈特一樣 讓整個團隊都圍繞在他身邊的角色 但是我們會用其他方式呈現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難道Sumbra是一名坦克嗎 還是其他的新英雄 像是Doomfist 你覺得Sumbra會被放在坦克嗎 我是覺得會在攻擊角啦 在PTR裡面 原本被Sumbra害入的界面 也更改成Sumbra第2.3版本協議 看來第23位英雄即將要出現了 Sumbra已經沒東西講了啦 想看解密的可以點一下這裡 或者是右上角的愛標誌 回顧一下Sumbra的解密吧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一下喜歡 想繼續收看的可以點一下訂閱喔 我是羽毛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